请说好上头专台来看 中华市台地高校 有专台玩教授 一丽党为在部队上的 丽党歌诗社团 有李靖鸿歌诗团 团队李靖鸿 但你不记得老师 阿新出去比赛的表演 都会有很优秀的表现 现在我们就通过驾头 继续来去看阿新的精彩表现 章华县大祖国侠 除了我们的田径桌球是特色以外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全校小朋友 都可以参加的儿童歌诗戏团 那这个歌仔戏团呢 在全国来讲 以儿童为训练对象的 说实在并不多 我们的歌仔戏团 结合了闽南语教学 本土语言的教学 结合了表演艺术 这样的这个社团 会带给小朋友不同的感受 那当你在看小朋友在演戏的时候 在每次在比赛在表演的时候 都觉得他们乐在其中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教育价值 北舞一北唱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李静鸿 自己长年投入在表演创作之外 我在教学心传 这一个脉络也是 真的是用我的生命在投入 我们就是觉得说 孩子要让他了解 北歌语 就是说他以后有没有走这条路 没有关系 但是最起码 我们让他了解台湾自己的文化 因为歌仔戏属于我们台湾 自己土生土长的文化 从他们理解戏曲之美 再来就是说 我们有在说台语 因为歌语就是为人 最深入我们台湾的人民 亲土亲民就是因为 它是用母语在在表演 用我们自己台湾的母语在表演 我以前跟阿公阿嬷坐在客厅看歌仔戏 就觉得歌仔戏很有趣 我第一次表演是担任蜘蛛精 然后就是表演解雅的 然后我觉得蜘蛛精 就是我上次表演的手滑 一直把那个手绢一直抛出去 然后后来 后来就一直慢慢练 就不那么紧张 然后就不会把手绢抛出去 我从一年级练到四年级 然后觉得好玩的地方就是 因为我有来这里 因为有姐姐哥哥 他们也有来这里学 然后我在这里可以叫好朋友 也可以练好多东西 然后也可以练台语 然后只要我们在这里 有表演的话 或者是什么的话 我都会回去跳给家人看 进来之后我就觉得 歌仔戏蛮好玩的 可以学到唱歌啊 台语啊 表演这样子很好玩 像那个枪 八角筋啊手绢 那些东西我都没有玩过 都是第一次玩 阿生在文部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 也是因为有成因金老师的担任 一起输社会让你输入 让他们快乐合适 我原则上我是属于 自由型的 你学到哪里 学到多少就多少 因为我们没有说 叫他们一定要成为怎样的 可是我觉得让他们快乐学习是第一步 你要让他们有自信 抓他最强的那一段 让他去发挥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看得到的 他们小朋友很稳的都是他们 参加不同的表演跟比赛 这样累积下来的 大家又受推动传统艺术文化 让小朋友有机会合适传统关系 提供他们表演的舞台 演奏输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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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